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 无于断 土 尽 离遇 灭 寂寞 这个无于断 土 尽 基本上都是同样的意思 无于断 无于土 无于尽 就永尽无语 永断无语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离遇 然后灭 寂寞 灭跟寂寞的意义是一样的 就寂灭了 他其实简单讲 就是在讲什么是苦 什么是急 什么是灭 这里没有讲到 下一部经就讲到了 有声灭 道鸡 他意思是跟你讲 你的苦是有原因的 它是怎么形成的 当然如果真的要讲 就像缘起这样 细讲 无明言行 行言是事业民社 他简单讲 他就是跟你讲 根本的原因 就是什么 我爱 他就是这样讲 从根本讲 我爱 是怎么样一种我爱 怎么表现出来 他就跟你讲三种 就是我们自己 审视自己就可以知道 有三种 当然 有爱 就是我们刚才解释的 就是 这种爱 它不是跟你讲 那个虚幻 哲学名词 深奥的东西 不是 就是你自己 审视自己 就会发现 真的 我真的就有这种东西 我真的就有这种爱 那你就是这样形成的 他不是跟你讲 你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有没有的那种 不是 因为观察都是 不离开五蕴身心 不离开五蕴身心 所以 所有的法都是要 调伏五蕴身心的烦恼 那么从哪里调伏烦恼 就是 说法就是要断烦恼 从哪里断烦恼 从五蕴身心断烦恼 基本上就是这样 怎么断 就是你要去看烦恼 怎么断就讲到苦极灭道了 怎么断 要知道烦恼从哪里生起 怎么生起 是怎么形态 那要怎么对峙 就有不同的对峙 但是根本对峙 就是对峙那个我爱 那这里是讲根本的 那如果要讲到 细一点就是舍处 那我所爱 我所 言而彼者真意 对这种设法 生 相 畏 处 就一个一个 你就去看 所以确实我们都在这里拦着 喜乐 拦着 那么 喜乐 赞叹 拦着 坚住 都是在这里 所以基本上 你把这个 你合起来说 你就知道 那这个 这个翻译看起来有点像 好像有的时候 读起来好像跟我没关系 其实它就是 很简单讲 就告诉你 你的苦来自于这个身心 那么 由这个身心的生死 由生死 有这个身心就有生死 由这个身死的身心形成苦 那这些苦的根本原因 苦 苦之所以形成 就是你之所以有这个身心的根本原因 就来自于我爱 就来自于贪爱 那这个贪爱有分三种 那我们如果仔细分就四种 那有三种 这里的名词叫做 这里的名词叫做 当来有爱 贪喜惧 后面都是贪喜惧心爱 比比喜乐爱 这里是比比乐主 它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 当来有爱 贪喜惧心爱 比比喜乐爱 我们用简单的讲 就是自体爱 境界爱 那记是这样 那把后有爱别出来 因为自体是当下的自体 那未来的自体 自体爱 后有爱 境界爱 你讲西一点 境界就是 现前有的境界 跟未来享有的境界 就是这样 那再简单讲就是 我我所爱 我我所爱 好 那告诉你 根本在这个爱 所以以我爱 断这个我爱为主 所以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就讲这个道理而已 就讲这个道理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已有众生 有众生无运 就是这个众生 就是无运 就是无运生 就是无运 所以有生 众生就是有事之生 有情 那么这个有生 就有苦 有这个无运生心 就有苦 现在受苦 未来受苦 那基本上是这样 他讲这个道理而已 所以他这里讲 那怎么样才能够灭 怎么样能够灭这个苦 你把爱灭掉了 就灭苦了 所以就说有生灭 你把这个 当来有爱 贪喜俱行爱 比比喜乐爱 断尽无虞 断尽无虞 然后其灭 就是生死的现象 就不再 就不再有苦的现象 这个就是极面 极面是苦 熄灭 一切苦熄灭 永远熄灭 彻底熄灭的境界 所以基本上就是 叫你断这个贪爱 只要就是 讲这么多 主要就告诉你 你的生死来源 来自于你 贪爱 对自我的贪爱 对我所 对境界的贪爱 主要是这两个 对自我爱 跟境界爱 的贪爱 那你只要把它断掉 你就可以不再受苦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名 有生灭鞭 就是 有生 就是无印生 有无印生 就有生死 有生死就有老病 愿真会爱别 你求不得 反正就是这些 事故当说 有生鞭 有生极鞭 有生灭鞭 这个很明显的 少了一个有生灭道鞭 但是他重点在讲 怎么样灭 他在点出那个重点而已 下一经就有 有生灭道鞭 就苦极灭道完整 佛说四经以 朱比丘文佛所说 欢喜奉行 我们再看 下面一部经 一一六经 后面的如当说 有即当之 这前面讲过了 所以这有部有的特点 在这一些后面都会 加上这个如当说 那么有即当之 当有 就死有了 死有即当之 好 再往底下看 一百一十六经 他说有这么一天 佛在舍卫国 几孤独远 这个时候 世尊跟比丘讲 我今当说有生 有生即 有生灭 有生灭道鞭 这个就苦极灭道 就完整了 那么 地听地听 善失念之 当未能受 全部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一个 多了一个有生灭道鞭 然后没有那个受 你看 就前后经的差别而已 前面就有受 后面就没有受 那你把那个受 他受当来有爱 把这个受去掉 加上去其实 也是可以说得通 也可以解释 但多数是没有这个受的 那我们来看 云和有生 为五受阴 云和有哪五个 五阴是什么 什么是有生 就是五阴 那五阴是什么 五阴就是受受想行事 那你就要细问下去 就是那受又是什么 受又是什么 阿比达姆就做这些事 那什么是受 行受 显受 可见受 不可见受 就开始分很多了 那受是什么 有几种受 阿比达姆就讲这个 就是要把这些再弄清楚了 那佛陀 就讲这个就没有 大概就讲 这些是大家普遍知道的概念 那 什么是受 什么是五阴 就是受受想行事 这个就是有生 我们说过 叫做有四之生 有生 有生如果 就是详细的讲 或是完整的讲 叫做有四之生 那有时候 它会叫做四生 它直接叫四生 就是后面 后面路触相应里面 有时候就叫做四生 它就不叫做有生 它叫做四生 好 那么原来有生 即 有生就是这个五阴生 有生即就是 即就是 因为有一次生即 也就是形成 聚即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五阴 为什么五阴会形成 这样的五阴生 什么是五阴 第一个是什么是五阴 第二个是 为什么会有五阴 五阴生是怎么形成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重点在讲 苦是怎么 早上讲了吗 重点 佛法的重点在讲 苦是怎么形成的 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灭苦 重点在讲这个 所以佛法是灭苦之道 苦 苦疾 苦灭 苦灭到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那这个有生就代表苦 因为有这个生 所以有种种的苦 生老病死 愿重爱别离求不得 这个都是因为有这个五阴神 叫做五阴赤神 生灭 五阴像火在烧 生灭不断 所以才会 才会有这些种种的苦 五阴赤神就是五阴无常 因为像火在烧 不断不断燃烧 然后五常 所以叫五常故苦 写一下好了 通常我们讲八谷都是这么说 五阴赤神 那基本上就是 像火不断在燃烧 其实这个就是五常 五常义 然后苦义 燃烧 所以佛陀会讲 那真正燃烧的是什么 那跟三家社讲燃烧间 真正燃烧的是什么 真正燃烧的是贪嗔痴 贪嗔痴从哪里生出来 从五阴生心 不断地起贪嗔痴 其实是这样的 那五阴赤神 那五阴赤神 因为五常 所以五阴赤神就产生 有生 它通常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这样分就比较容易 因为五阴 五阴当下 五阴当下的存在就是生了 它就是有的状态 它因为有这个五阴 存有 存有是一种生的状态 本来没有 后来有 然后生就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死 这个叫做有阴有言 世间集 有阴有言 世间是五阴 五阴世间 有阴有言世间集 有阴有言世间面 这个叫做有生集 这里的说法叫做有生集 这个叫做有生面 那么从这个生到死之间 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两大现象 一个是老病死 这个是生理上的 这个是生理上的 生理上的变化 生理上的五常 我通常跟他讲做生命中的悲哀 没有办法避免 生命现象 这个是生理上的老病死 那生命现象 生命现象的悲哀 生命的悲哀 我通常都跟他讲生命的悲哀 本来就有老病死 没有办法避免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愿正慧 爱别离 跟求不得 这三种 这三种基本上是比较属于心理上的 心理上的人情是故 心理上产生怨 产生爱 产生求不得的重心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通常这比较偏向于心理上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 主要是身理上 心理上的无常 他基本上就是痛苦 无常顾苦 因为你想要他 他求不得 所以我们一般就讲 生 这个五应生本身是苦 生老病死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生下来开始就 一直循环这样 就由生到死 那么这个五应 整个来讲 这个五应身心 从有这个 生下来就有这个五应 五应居住 那这个五应 五应本身就不断 不断向火在烧 一直 一直都是赤身 一直 从生到死 没有停过的 没有停过的 一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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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就是变化 那这是这样 偶尔好一点 就是你烧檀香 它有檀香味 你烧大便有大便味 只是这样 火大一点 火小一点 青色的火 黄色的火 草的火 什么火 病情是这样而已 那就是我们生命的过程里面 但是它是不断在烧 不断在烧的 不断在变化 通常是这样 就是五应赤身苦 这个通常最后讲 它就生老病死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五应赤身 后来就讲八苦 那其实它就是在讲 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 生命中的 生活中的 生命本身就有老病死 那生命的现象中有生活 结果有这些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人事物的 那这些苦 都是从有这个神心才有 都是从你开始有五应生之后 这些苦就开始会有 一定会有 你有生就一定有老病死 有生死就一定有 愿正慧 爱别离 求不得 一定有这个 当然你最后 最容易做到的就是 你生苦 心不苦 就是生受 心不受 这个是身体上的 这个是心的 你可以做到 就是这一生你可以做到 生苦 心不苦 就是这些老病死 你是没办法避免的 佛陀 舍利佛 穆建廉 都没办法避免 他一样会老 一样会病 一样会死 而且病起来一样会苦 佛陀你看到年纪大的时候 走路也是一样 很苦 坐下来没多久 就安安要跟他垂背 他应该有五十节 还是怎样不晓得 他的背部常常痛 安安就稍微要跟他垂背 太累了 太苦了 但是他不苦 佛陀没有怨证慧 没有爱别离 没有求不得苦 没有 没有 这些心理上的 他其实可以 就是没有辛苦 虽然有提伯达多 但是叫做怨证慧 有怨证慧 但没有怨证慧苦 你知道我意思吗 有爱别离 但没有爱别离苦 有求不得 没有求不得苦 他也希望 他教化了弟子 每一个都震阿罗汉 但是可以吗 没办法 他也希望提伯达多 能够 能够不要这样 会垂地 能够吗 不行 他也希望 琉璃王不要去屠杀 释迦族 求不得 我告诉你 但是他会不会苦 不会 所以我们顶多就 从这个 好的不好的境界 那这个是现前的 那未来的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教你 就是把地方降低到最低 那么有什么 就做什么 那么就是尽量 就是你不需求 你要的就是我现在 很努力的 那么来修行 那其他的 其他的一切 你没有那么多的渴求 没有 所以你一定会有老病死 但也不会有老病死苦 不会哦 你不会因为老病死而苦 会啦 但是有一种生苦 他还是会苦 但是心里面不会在 因为这个会让你 生苦又辛苦 生苦 然后加上辛苦 但是生苦是没办法避免的 连佛陀都没办法避免 但是辛苦这一部分 可以避免 那这一部分 纯粹是心的状态而已嘛 这个其实是境界 我们所有的这些境界 那这些境界会让你生起苦 那么你 你可以 这个是可以避免的 你有怨证会 没有怨证会苦 但是老病死的苦 不能避免 但是他还有两个 一个就是 因为老心里苦 因为老这个身体苦 你心里不会苦 身体一样苦 但是苦因为你知道 你心不受苦 所以叫做身受心不受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是尽量只是 尽量朝这个目标努力 你说完全不受苦 只要有身就有苦 有这个身体 身心它就会苦 那你这个应该要先知道 那你知道了 你就会比较 不会 就是你 只是想办法让它减少苦 就是这样 那么你不去让自己更苦 叫做苦上加苦 你不会 有这个老已经苦了 我还会因为 要因为这个苦而苦 就好像有这个烦恼 我已经让我很烦恼 我还要因为 不能除这个烦恼而烦恼 那不是 那不是这个 那个不是苦上加苦 其实就是这样 你就 你就好好的想办法 看怎么样 解决这个问题就好了 好 所以他这里 我们再来看 116经 有身体 当然有二 那五蕴 就是有身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身 这个身一开始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爱 就是有三种爱 贪爱 基本上 所以这里重点在讲贪爱 有的重点在讲无名 有的重点在讲我贱 就执着色受想行事为我 像前面的 比较前面的基本上都在讲 无名 就是讲我贱 就是我到底怎么来的 因为 这个都执取有我 从色受想行事上 执取有我 那你会发现到 爱含经里面 基本上就是 有时候从 从我见 那比如说 我们看五十九经 我们对照看才会比较知道 五十九经 在第几页看一下 在前面而已 116页看一下 就前面多数都是从 我见 怎么样去我见 这里都是从我爱 怎么去我爱 就是你会发现到 它就是这两个 你看 116页五十九经 有没有 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寿因 有没有 那这里 你来对照看就是 有生 什么是有生 就是五寿因 多一个有生的概念而已 有没有 那么是色受想行事因 就是你把那个有生去掉 其实是一样的 那有五寿 那你看 于之王无 无会无名 你看 于五寿因生我 有没有 见 细着使 心结夫 那这个我见就有细着使 结夫 结夫 那那个爱就有这个喜乐 赞叹 燃着建筑 有没有 你对照比你就发现 其实基本上它是在 就是它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这个是两个关键 我见我爱 那这个 这个我见的层次 你看 你看它这里就是 无会无名 就是没有智慧的 在五寿因生我 生我见 那这个我见就有细着 死 然后心结心夫 基本上如果我们分三个 就是结夫 死 心结夫 或是说结跟夫 分四个 就像那个贪爱一样 那么 比丘多人圣地子 那你看 就是由这个我见起贪爱 有没有 就是这样 那这里就要讲贪爱 那怎么样才能不起这个我见 它就从色作小 去分 有没有 你努力观这个色 过去现在未来 另外好走出息远郡 它就从这个角度上去看 去说 那你再翻回来 这个我们大概知道 你看 它就是这样 那你再翻回来看这本经 就是我们要对照看 我们会更明白 其实会更明白 你看 那你就看 那它就跟你讲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五寅生 前面就是因为有我见 有我见起我爱 主要是这样 那这里主要是讲这个我爱 那这个我爱 基本上有我爱 我所爱 如果我们照刚才讲 基本上就从我爱 那有我所爱 那我所爱就有 我所爱就是境界 那这个从六路处来讲 就是内六处跟外六处 从六路处来说 我们还没讲到六路处 如果我们看到六路处 你就会发现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内六处跟外六处 那这个境界 它就有境界跟未来的境界 当前的境界跟未来 所以有部把它分成四种爱 有部把它分成四种爱 那阿阿钦基本上就是三种 那么仔细分也是可以分四种 没有错 那所以这里 那后有爱 就是自体爱 就可以分成自体爱跟 就是当 就是我们讲的当来有爱 我们叫做可爱 一般叫做可爱 可求现在的跟未来的 那我们讲它分成自体爱跟后有爱 那你可以分自体爱 后有爱 境界爱 也可以分这两个 比比喜乐爱 贪喜剧行爱 跟可爱 就三个 就你把自体爱跟境界爱 成一个 或是把这个 把这个境界爱就做一个 那一般做三个 那你详细分其实就四个 好 那你看它这里 116经 那一样 就有生 有生极 有生灭 那有生灭道基是什么 八成道 那怎么样去除 用什么方法去除 这个 这个爱 断尽这个爱的烦恼 欲爱 色爱 无色爱 欲有色有 无色有 就是八成道 那一般八成道是苦极灭道的道 就最常说的 苦极灭道的道就是八成道 所以 世民当说有生 有生极 有生灭 有生灭道基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 那后面 有极当之 一样 那这里是讲到所谓的我爱 那我们就要知道 那烦恼的根本 这个是生死的根本 那就有无名跟贪爱 那你想到 你就对照前面怎么讲无名 现在怎么讲贪爱 那你对照看 你会更清楚 而且你就会比较法跟法容易贯通 五蕴是这么讲 五蕴里面怎么讲我见 怎么讲我爱 那你要再对照到六路处里面 怎么样起我见 怎么样起我爱 那你就会更清楚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佛陀要跟罗后罗讲 你有没有跟人家讲五蕴无我 有没有跟人家讲六路处五 有没有跟人家讲远起雾 为什么 因为他这样讲这样讲 会通的他就比较容易理解 哦 原来是这样 要不然就是 有一点知道 但是好像不知道 知道是知道 但有一些事还不太明白 那你这样对通了之后 你就哦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你慢慢就知道 然后再对照 这样对照通了之后 就对照自己的身心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然后你慢慢在 在日常生活中 在运用的时候 你就发现 哎呀 佛法真的好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真的 我告诉你 会有这种感觉 哎呀 真的是这样 怪不得 我这一生都不知道 原来真的是这样 佛法真好 你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就是有味 就有法味 真的 那这个就是你要先法跟 我常常讲 先法跟法要同 那佛陀教罗后罗的一样 但是你要从根本上 你不是今天读地藏经 明天读金刚经 后面读普门瓶 那这样永远没办法 你要理解 它从根本上 就是我的烦恼 到底怎么生起来的 我的痛苦到底怎么来的 我要怎么灭绝 根本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它跟你讲了嘛 基本上就是我见我爱 那你怎么样从日常生活里面 比如说八正道 这里只是简单讲八正道而已 那怎么从日常生活里面 比如说这里叫我爱 那这里讲的是我爱 那在前面一点的 基本上都是讲我见 那怎么样分析这个我 你不会辞取这个真实的一个我 比如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就想那 现在我认为这个是我 那昨天的在哪里 那明天的又在哪里 那现在的真的是我吗 一下子又变成昨天的了 那我到底在哪里 在内在外 那我是出是戏 反正就去想这个 你就真的发现到 不是我们认为那个我 不是 慢慢就会觉得 这个我 我们一直长期以来认为的我 并不那么真实 慢慢就会这样 那这个我觉得还比较难一点 比较难一点 比较不容易 从我爱下手 好像看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那种爱是很明显的 那种爱是你自己很明显 我见也很明显 但是因为那个比较 不是那么容易破除 我见是很明显的 但是你不容易去除掉 我爱还可以 我爱还比较说 我很贪爱 我现在慢慢不那么贪爱了 那是比较还可以 但是我们说大圣基本上从我见下手 就是不要为自己想 那这个陶石讲也不容易 无私就无我 解脱道基本上从不懒卓自身 跟不懒卓这个境界开始的时候 就是没有这个爱 不爱自身 比如说他要把头发剃掉 然后就是他最简单的 他把头发剃掉 然后穿那个衣服 不是很漂亮的 也没有很多款的 就同一款而已 没有什么款可以 没有怎么今天要穿什么 没有今天要穿什么 厌味要穿什么 没有 那就同一款 怎么穿都是这一款 他就不会懒卓 而且没有很漂亮 而且照理讲布料不能很好 但现在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有一些穿的花花绿绿的 或是印很多东西的 然后布料又很好的 一件多少钱的 其实那个就是跟一般 佛法要你叫的解脱的 就是对我所爱的东西 其实有一点违反 但是后来就变成 要认为这样才庄严 所以照理讲 如果你的袈裟是红色的 黄色的又很亮的 基本上那个不是袈裟的定律 袈裟是坏色 你那个哪里坏色 你那个一点都不坏色 而且还很鲜艳 还很抢眼 这种东西就是 而且你又 现在人有一点颠倒 就是他会觉得 世俗的观念会觉得 穿红组衣比较庄严 从佛法上来讲 穿红组衣比较不庄严 从佛法上 我们是说从佛法上来讲 但是因为后来的元族 习俗上 会觉得这样 看起来 因为以前穿红组衣 都是皇帝认证的 皇帝认证的 有修行的 他的庄严是因为 皇帝认证他是有修行的人 他才可以穿那件衣 叫做主衣 所以一穿出来就说 这个是皇帝认证的 就好像你这个东西是国家认证的 给你挂保证的 所以他就觉得 感觉上就这种衣服穿出来 他就是威德利就不一样 所以感觉上 实际上以前是那衣不能随便穿的 那一件衣只有皇帝试 试的 你皇帝没有试 你自己穿要杀头的 所以那个是国家认证的 像国师一样 那现在不是每个人都穿一件 但是已经习惯了 感觉就是没有穿那一件 好像力量不太够 送其经来好像超度不了的样子 这个是错误 我告诉你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只是说我们从原有上来讲 但是即使说你如果不执取 但是从佛法上的对我爱 这一部分来说 其实它就是断你对自身 及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执着 它其实是这样 这一部分其实比较容易舍 舍我爱我觉得比较容易一点 舍我见 那个比较难一点 真的 我觉得 我这样觉得 但是如果两部分同时进行 其实也可以 那我们说佛陀基本上 教佛地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不让他拥有太多这种东西 身体上你看他就是穿的 走的 然后就坏色衣 而且头发又剃掉 而且又去脱波 要去跟人家要饭的 脱波起食的 所以他尽量让他的那一种 我见了 我爱 剪到最低 然后再透过戒电会修行 然后不能拥有太多 然后拥有多也没有用 你看那个波 戒律里面那个波 你不能有金波云波 那个波 你还可以用 你马上 因为你有亲后家供养 马上供养你一个好的 如果被知道 你还可以用 你就丢掉 那你贪求那个更好的波 那么被知道 你要把那个好的波 舍出来 那么舍到 生团里面如果一百个人 最不好的波 你要拿那个波 那你下次 有人要告好的波 你说马上换吗 绝对不会 为什么换来都是给别人 我换那么好做什么 我还要拿别人不好的 我不能用这个就好了 你看他就是怎么样 他就是借由这个 让你断我爱 那还没有我键 那个是我爱 我所爱 基本上是这样 那在日常生活中 就这样规范你 慢慢慢慢 你那个我所爱 就会降低 你用得太多没有用 比如说你三一 你只能三件 多的就要舍出来 那你拿那么多做什么 拿来给别人 你也不用那么 费功夫啊 对不对 那个好的 你就要舍出来 要染色 你拿一件 星星的 红色的 黄色的 亮亮的 金色的 人家看你这个 不合格 马上给你去染色 染成灰色的 那你 你用穿那么样 干什么 没有用啊 所以久了久了 你就不会起那个念头 你知道吗 不会去想追求 不会去想拥有 久了久了 那个我爱不是降低了吗 我所爱不是降低了吗 其实他是这样子的 他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其实是 潜移默化 一开始是有点勉强 死则勉强 中则什么 太难 就自然 就变成 好像你这个拿给我也没有用 给我我也不能保留 不要不要 不要 就这样 是啊 是这样啊 那像有人如果要带我去板坑公司看 我看了我也不能买啊 买了又不能用啊 我那是干什么 对不对 我看了又不能买 买了又不能用 如果我用了还被激钱 那我干嘛 我干嘛那么自己找辛苦啊 不要不要 不用去不用去 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说 他在日常生活里面 这个就是从我爱下手 我爱我所爱 那我见我所见其实就比较 老实说我会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 当然有些人就会比较容易 比较不容易 那有些就直接关嘛 就是他 就是 都是要智慧 都是要智慧 但是在去除我见这一部分 可能就你要有累积的这种智慧 要定 所以要断身见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爱是比较深沉 也很深沉 因为有欲滩涉滩涉滩 那但是要断五欲的爱 那个比较粗的 其实老实说 会比较容易一点 先从断欲爱 所以一般是先离欲恶不善之防 在五欲上 在五欲上 涉身相位处 在五欲上克制 调腐内心的谈案 这一部分 其实就是戒 这一部分就是戒 好 我们往底下看 后面的是一切施地论的 好 看一百一十九经 他说 于如是说 就结起的经典 他说还有其他的 有这么一个说 就是从一百一十九 经里面 他说 差别 就是 大家背诵都不太一样 就是 因为有 有五百比丘结极 然后有些说 佛这样说 佛那样说 那他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把不同的意见 全部纳进来 就叫同案并列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当时结极的时候 有的人是这样听 有的人是那样听 虽然都是阿罗汉 虽然都是三明六通阿罗汉 但是记忆可能也有不一样 记得有点不一样 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 全部都很厉害 都像阿难这样 没有 阿难只有一个 其他的人记一点 记一点 而且彼此记得 还不太一样 有些会这样 但是尊重 所以就都把他变 所以他说差别者 当之有生 当之断有生情 这很明显就是当之 那就是这个当之当有 当之有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 那个 那个 说一切有不得 那么其实就是他有 当有 有即当之 我们这边讲的是当说 比如说当说是什么呢 说佛跟无比丘有什么 那当为奴说叫当说 当为奴说啦 比如说我们看 前面不是有当为奴说吗 我们来看这个 先看123页好了 比如说123页的最前面 就前面那一段 你看 我今当说 有没有 有生极去到 那113页下面那一页 我今当说有生编 那这里也一样 我今当说 那后面就是我当为奴说 一样 那所以这个叫当说 那当有 差别者当之有生 当之断有生 那么 当之正有生面 当之修断有生到极 佛说此经 以彼丘 闻佛所说欢喜奉行 那这个有即当之 这个就是有即当之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导师说 那么 我们可以看前面那个导师 这里没有导师的注释 那导师注释有讲 这个是 有是指使有 知是指绝 如果加起来有九经 加起来其实有九经 好 所以 我们看 但是它这里没有 它这里只有一经 117 118 117到118 只有两经而已 但是如果正要说起来 导师说是 有很多经 九经的 好 那119 119这个有一经 那基本上是 不只是一经 就是有很多经 好 那看 120经 120经 那我们这样底下看 这就 比较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就是讲 讲这些 简单的 它说 又负差别的 又讲这个差别 底下全部都是差别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一段经文 那有不同的阿罗汉 不同的比丘 他记忆不同 他说 比丘知有生 断有生即 正有生灭 修断有生道 就苦即灭道 他就加上一个什么呢 断正 那么修 知断修真 就是知苦 断即 正面修道 就是这个 他加这个 那前面没有 前面没有这个知断 基本上是这样 知有生 知有生就是苦 有生就是五蕴 五蕴就是苦 所以这个是知苦 那么断有生即 就是断苦即 断即 我们讲的苦即灭道 基本上就是断即 正面 正有生面 苦灭 那么修断有生道 就修道 所以苦即灭道 就是知苦断即 正面修道 那有的比丘 是这么记的 所以他又把它列出来 那所以他讲 是比丘 是民比丘断爱 欲夫 诸节等法 修无间等 究竟苦便 好 那么幼父差别者 那另外 又有一个比丘 这么记 他说 究竟边际 究竟离国 究竟犯恨 纯尽丧事 他这个就讲到 你断烦恼之后 的一些 就是在这一边 后面又多了这一些 不只是究竟苦便 因为他究竟苦便 后面又有多什么 他不是究竟苦便 他是究竟边际 究竟离国 究竟犯恨 纯尽丧事 这个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差别 他记得不太一样 好 那又有差别 他是讲 敬诸有肉 所作与作 以舍众担 代得己利 敬诸有节 政治心解脱 又有人是这么记得 这是后面 不是究竟苦便 而是这个敬诸有肉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他只是形容不一样 都不同的形容 那你看这些 他就是很 没关系 你们 其实我们看起来 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们背的不一样 尊重大家都把你们所 因为节级 我是这样听来的 你是这样听 你是这样听 那不能说 那都一样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当然阿罗汉彼此不会怎么样 但是就是彼此尊重 你是这样听 虽然是一样 但是听的不一样 好 全部纳进去 背起来 记起来 我们就这样 认识像这样 所以 那又负差别者 断官杜欠 超越境界 托诸房楼 见圣法传 那么 又有不同的这样说法 那这个在 这个 在后面也会有这个 那我们等一下 看到后面的 它在 因为我讲 它这个是上册的 它中册的 那里面有 那后面 我们就先来看 先看下一部 然后再来看这些东西 就说 又负差别者 世民 比就段五之 陈六之 守护一 一四种 气舍诸地 这个就名相多一点了 离诸囚 敬诸觉 身行习 心善解脱 慧善解脱 存一立 犯人无上事 好 那么 这个在 后面 它有解释 先把这个稍微 解释一下就可以 那 断关 等下次来 我再 下一堂课 我再跟你们讲 我先找到 是在哪里 因为我这个对照的 还不容易看到 断关 断关 基本上 什么叫断关 它底下有解释 五下分解 就是断关 它是一个关键 那么 所以 断关就是断五下分解 度欠 因为 差别 断关 度欠 超越境界 脱诸房楼 见圣法传 有五个名相 这五个名词 那 一百二十四 三经是这样 一百二十四经就解释 五下分解 就断五下分解 那 五下分解 五上分解 那五下分解 是正几果 正三果 那五下分解 对 三结加御滩跟城 那个就是五下分解 那五上分解 就是涉滩 无涉滩 调局 曼牧民 那前面的三结 就是身见 借进取义 这个是不派归纳 因为这个是有派的东西 因为这里有名相 我们就稍微知道 结 那么有些有九结 那这里是主要是 通常的观念 圣者跟凡夫的差别 重返入圣 重返入圣 那我们说烦恼 前面讲的就是我见我爱 那就是两个根本烦恼 那或者说 或者叫做无名跟贪爱 那有些就把它叫做 所谓的见惑 这里的分别 就是所谓的见惑跟失惑 就见烦恼跟爱烦恼 反正就是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见烦恼跟爱烦恼 我见我爱烦恼 或是叫见惑失惑 或是叫见惑失惑 那布派里面再把这些烦恼 就列得很细了 什么断什么 断什么 就有点复杂 其实佛法没有那么复杂 后来就很多很多的烦恼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叫做见惑 观念上的偏差 那么这个是行为上 习惯上的 那么懒卓 错误 那么你只要断了三结 三结是生见 生见就是我见 我见里面最初的分别我见 生见 我们又叫做撒迦也见 生见 借尽取见 然后乙 乙最主要是对佛法 对四弟有乙 好 那么断三结就一定证出果 它基本上就是生 三结断 断你就证出果 那么恶果 这个恶果 恶果没有断什么 恶果没有断什么 恶果只是薄贪嗔痴 这个是观念上的 贪嗔痴在这里 恶果只是薄贪嗔痴 把它变薄 变少 就烦恼变少 程度变轻 贪嗔痴 所以出果还有烦恼 出果会有贪爱 但是贪爱没有 像我们事先 对无意的贪那么强 没有 对自身的贪爱那么强 没有 所以它做薄贪嗔痴的工作 这也是恶果 到三果的时候 就是这个三结已经断了 二果也是断三结 二果也是断三结 二果一样断三结 因为出果就断三结了 所以它这个断三结 就一直保持着 一直保持着 到三果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断两个而已 就是两结 就是三结再再两结 就变成我们叫做五下分结 所以如果从这样看 它也是断三结 然后薄贪痴痴 它只是断三结 那么贪痴痴还没那么薄 贪痴痴比较多一点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是三结再加上 三结 然后再加上 三结再加上两结 结就是结夫 就是御贪跟痴 基本上就是御贪跟痴 把御贪跟痴断掉 那御贪是御界特有的 御贪特有的 显现出来的 色界也有御贪 但它没有显现 色界有御贪 但它没有显现 但是它剁到御贪的时候 又会有 它没有断掉 涉无色界的天人 没有御贪 就好像我们不会去跟狗 抢它的狗粮一样 不会 但是有一天 我们堕落做狗了 又会喜爱了 我们不会去跟 不会喜欢狗 喜欢的那个骨头 但是有一天 我们如果堕落做狗 又会喜欢了 但是你在做人的时候 你不会喜欢 所以你真到色界的时候 你对世间的武艺性 是不难做的 但是它没有断 因为它那个爱在 它只是在不同的境界 它都生起不同的贪爱而已 今天你做男的 喜欢女的 下一辈子你做女的 喜欢男的 那个爱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你男女的不同 当然也有可以 男的喜欢男的 你的喜欢你的也有 但是因为你那个爱不同 所以你男的都不一样 今天你的父母是这个 所以你喜欢 下界你的父母 换那个你又贪爱这个 反正就是这样 但是你便没有断 你只是换而已 所以这个狱界的狱贪 断掉了跟撑 那狱界叫做什么界 叫做下界 狱界叫做下界 我们的三界 狱界 色界无色界 色界无色界 狱界叫做下界 色无色界叫做上界 所以它才叫做五下分界 这是分之部分 五下 五种狱界有的烦恼 五种狱界长线形的烦恼 这就是五下分界 那重点就是狱谈 那撑 这个三界是 一切 一切凡夫都有的 不管你在哪一界都有 那你把这个断掉了 这个是见祸的部分 所以它叫做断五下分界 它才把这个两个 然后包括这三个 这个是一切 三界都有的 所以它叫做五下分界 但是它这个已经断了 所以它 所以它欲界的烦恼 主要只剩这两个 所以这个叫五下分界 那五上呢 就是色无色界的 色无色界的一样有贪 叫做什么 色滩 无色界的叫做无色滩 所以叫做色滩 无色滩 然后有什么 调举 慢 无名 那这五个断掉了 就正是四国 就阿罗汉 就断尽一切烦恼 就出三界 因为 所以你把这个断掉 你就不来欲界了 所以三国叫不来 三国叫不来 它有两个特征 就是你证了三国之后 第一个 你这一生 在欲界是最后生了 你不会再来欲界了 你会到色界 然后就在五不还天 正阿罗汉 你不会再来欲界 所以这一生 是最后生 在欲界的最后一生 下一生在色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 因为你已经断欲界的烦恼了 第二个 因为你已经把欲界的烦恼断掉了 你这一生还没死之前 就是你死了之后 你不会再来这个欲界 但是你现在是在欲界啊 但是因为你已经断了欲界 你虽然是在欲界 但是你断了欲界的烦恼 所以你对五欲 它是不懒着的 所以多数他会出家 多数啦 就是不出家也会过出家的生活 不出 因为他对这个事件 他不再懒着 他对这些情爱 这些五欲 他根本就一点兴趣都没有 所以他要不出家 他就会到山里面 或是他会过出家的生活 他会过出家的生活 所以很多人都说 有一些说法就是 在家最多挣三果 不是 他也可以挣阿罗汉 他在家是一种 就是他有在家的烦恼 有无欲的烦恼 他一样可以挣阿罗汉 所以有一些说 在家只能挣三果 或是在家也可以挣阿罗汉 其实差别就是 他就算不出家 他也会过出家的生活 这个时候他只是没有像 出家等的形象 或是他去受戒或怎么样 但是他一样 就是过出家的生活 所以说挣了三果的人 他一定会出家 或是他会过出家 因为他对这些东西 已经完全不懒着了 他断掉了 他哪里会这个 所以基本上挣三果的 他就有这种现象 下一辈子不来遇见 这一辈子虽然在遇见 不懒着无欲 不爱好无欲 不会喜爱 赞叹 懒着 坚注 不会 这个已经断掉了 其实是这样子 那么就断五下分解 我回去再把这个 这个差别 断五支乘六支的这个 在另外在后面 我要找看看 好 那我们先 先把这个再稍微看一下 就是讲到这个 断五下分解 下面度欠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再从这个度欠 他就是无名深坑 好 再从这里开始讲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接共臣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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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